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小老兵拯救了古木骑兵 你救了我们 我们永远感谢你 没办法 队长 车速太快 我们要充当他的刹车感啊 小老兵 你肚子有这么饿吗 都要 来看我的化石吧 我挖到的是星链化石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SpaceX星剑将于4月17号登空咯 而低轨卫星也成为了市场上关注的焦点 台厂的供应链是否能跟着星剑一同起飞呢 我们拭目以待 哇 星链计划如果成功 我们就能顺利上月球咧 好想再月光漫步走 走 别傻了小小兵 我们上月球 只会变成在上面挖月光宝盒而已 我可不想要增加工作量 对耶 那算了 队长 你自己上去就好啦 拜拜 你们两个大龄女子真的是太不讲武德了 跟着我去月球 你们才可以变成美少女 变 变 好吧 他们两个真的是大龄女子 变不成美少女 什么 太狠了 你在大龄男子咧 我跟你讲 超过25岁 胶原蛋白真的有差 那车用电子这一块 其实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这进入百家真名 A要生产 B要生产 其实它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 享有高估值 所以你要聚焦于基本面的变化 只有这个产业发生直变的股价 才有机会持续往上涨 那我认为Tesla 周三盘后的财报 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为Tesla先前频频降价的情况下 如果说它的毛利率 还能高于20%以上的话 我认为车用电子的相关个股 会有机会再走一波 所以这礼拜三的财报公布之后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后续的资金流向变化 这新链计划新建升空 终于完成最后一里路 那美国联邦航空署 允许它可以巴涉 所以这边的新链相关概念股 我们认为说 你一定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相关资金流向 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利多出境的开始 你可以看到今天相关个股 除了声闹打入苹果再生材料之外 其实很多个股都是呈现一个开高走低 那其实我们过去也看到这5G基台 其实基台盖好之后 同伯基板就面临着一个利多出境的跌射 所以这次新链计划 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后续的资金流向 果然想把队长送上乐球 还是太勉强了 可我差一点点就可以放假了 是怎样 当我是耳边人 你讲那么大声 我都听到了 这两个大龄女子 你们在想什么 我会不知道 超好的 好厉害喔 我觉得你们这样太浮夸 太over 我决定下个礼拜换天兵来 我不要换天兵来 我会更痛苦 还是赶紧来分享我的化石吧 那我挖到的化石是被动元件 那其实过去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去年很好的产业 今年可能不会太好 因为机器相对高 顶多就维持着区间来回震荡 我们会看到元泰 或是我们先前做过 四七六八金城 其实股价就是维持在区间震荡 但是呢 过去虽了祖宗十八代的产业呢 你反而要特别留意 因为今年是复苏年 那这些相关个股呢 他们会迎来一个复苏 因为呢 他们提早去库存 股价最先落地 那当去库存 接近尾胜之后 股价会迎来一个强势反弹 那其实呢 这个逻辑呢 在我们过去跟大家分享的产业呢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PCB 驱动IC 面板 电源管理IC 甚至看到记忆体 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被动元件呢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另外我们先前在古墓奇兵 第29集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当国具占500块之后 资金呢 会开始歪到其他相关二三线类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国具呢 其实500块迟迟都没有跌破 那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相关个股呢 很容易有一个族群性行情 台股这周的动向 还要观察本周的美股超级财报周 好啦 虽然我们现在要像月球有点困难 不过呢 要挖月光宝盒 这两个那轻轻松松的吧 轻轻松松的吧 绝对是轻轻松松 Eat Money 赶快来看一下我的月光宝盒吧 那刚刚我们聊到嘛 去年很衰的个股 今年呢你反而要特别留意 好比说PA族群 即使目前趋库存呢 也开始要进入一个尾声了 那市场上预估说 这第一季呢 可能会是全年的营运的一个谷底 那随着5G手机渗透率提高的情况之下 全年营运呢 有机会呈现一个 季季争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认为呢 这个产业里面的相关个目 大家一定要特别去留意 那这档月光宝盒 请大家不要错过 月光宝盒都在对找的Telegram Fly17168 赶快加起来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也别忘了 按赞加分享哦 鼓舞起兵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